好 镜头带你来看到花莲的南区卓西乡代表会 25号是由代表会的副主席李贵英 以及代表高正虎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近日疫情持续延烧 如何因应与公所来做讨论 李贵英则希望公所在防疫包的方面 给予确诊者足够的快筛计 那么高正虎则是针对公所的硬币小组 部落的倾销工作能够持续并且不要剪短 主席乡代表会25号由代表会部主席李贵英 以及代表高正虎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近日疫情持续延烧 如何因应与公所讨论 李贵英则是希望公所在防疫包方面 给予确诊者足够的快筛计 就算民众有备用的快筛计 但是他平常也会在16号讲 在后期如果说我们的快筛计 这边有开放的时候 在我们公主这边可以研究看看 是不是又想要做疫情 尤其像那些有小孩或长者 应该是做疫情 或是他们都想可以研究看看 另外高正虎也很关心 这次疫情部落确诊的情况 也希望宣导持续不断 并且提出建议公所的 紧急疫病小组工作安排 能够将部落消毒工作 持续而且不剪短 对确诊人数很强 才是一大部分 长到了303位 是不是可以再请我们的公所 或者旁边所 各接住 再次的安排我们全乡的消毒工作 那么我们公所应该也有可谓的反应 紧急措施 也就是应备消毒 在你们的持续分辨工作上看 你不能取得资料之后 在你们公司的等备 跟这个部落的宣传 以及消毒清洁方面 请维持经营绝度部落的防疫 做好防疫措施 针对快筛剂的部分 公所回应表示 县政府的防疫包内都有三支的快筛剂 也呼吁民众可以持健保卡 到药局购买家用快筛试剂 副主席的意见 会在与相关承办人员来做讨论 让民众能够安心度过这波疫情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